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旧机上则到设定中的账号与备份 选择Smart Switch 点击传送资料 没有传输线也没关系 因为Smart Switch可以无线传输 只要将Galaxy手机摆放在一起就能配对连接 接着选择想要备份的资料就可以啰 不过要注意的是LINE的聊天记录是无法转移的 所以要用LINE官方提供的转移方式 旧机上的Google账号也能直接复制过去 接着就交给Smart Switch 等待的时候可以先在新手机上完成设定 等资料完成转移 确认资料都过来以后 就能开心使用新的Galaxy手机啰 如果资料量比较多 也可以透过USB线将两只Galaxy手机连接在一起 还能节省一些时间啰 要是iPhone用久了想换个口味 改用Galaxy手机Smart Switch也可以帮你转移资料 只要在旧装置来源选项里选择iPhone 并且用USB-C对Lightning连接线连接两只手机 接着在iPhone上选择信任这部电脑 就可以开始传输资料 如果登录了Google账户Smart Switch 还会检查Google Play上是否有相符的App 并帮忙下载 不过Light的对话记录 因为App本身的限制就无法跨装置转移 最后只要等待资料传输完成 你的照片以及联络人 就会在Galaxy手机上出现啰 Smart Switch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心事神最懂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